電視節目有很多種 當然不是每個節目都只是綜藝遊戲 或者黃金檔處境劇 一年365天 不管你是3歲還是80歲 電視和你都一定有關係 不信? 我們馬上回到舊事 和你去陳之拉家裡直擊一下 他就是陳之拉的兒子 在1960年代尾 他和大部分小朋友一樣 家裡還沒有電視 所以一放學 他就會跑去公園和朋友一起看免費電視 後來陳之拉終於肯買回電視機 她的兒子最開心 經常都可以看跳飛機 再大一點 他就看430穿梭機 看著周星馳哥哥扮鬼扮馬 接著還有卡通片機械人齊打架 黃金戰士 六神合體 鐵人28 戰士高迪安 出絕招之前一定有大叫的絕招名 又有文證之餘 又有少少跳皮的卡通片 例如IQ博士 定檔 忍者小凌晶 漂凌宴 千年女王 他們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可以說是比電視的兒童節目偉大的 至於陳之拉讀書好生性的大兒子 就沒有拉仔那麼幸福 他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卡通片看 老爸陳生一放工 就帶他去樓下辦館一起站著看劇 他們到底看些什麼呢 是由到龍虎榜 當時《三四郎》一播出街就很收得 就在那時候開始 香港引進了很多日本電視劇 例如《紅粉健兒》 《綠水英癡》 《潛情感受》這些 還帶了很多日本歌曲來香港 成為了之後粵語流行曲改編的對象 不少歌手 例如羅文譚詠麟 張國榮梅艷芳 他們都有唱日語改編歌的 而陳之拉本尊就是原創劇集的湧蹬 不止劇情浪浪上口 連主題曲都背得滾瓜懶熟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經典劇集 但有一種劇集 無論你什麼年紀都一定會看過 講的就是金融改編劇集 《佳藝電視》在1976年開拍的《射雕英雄傳》 是第一出被改編成電視劇的金融武俠小說 搞到那時候很多學生看完 都以為自己懂得武功 你看看陳之拉的大兒子 回到學校就跟同學比試一樣 不過最厲害的當然是 陳之拉在《射雕英雄傳》的時候使出的 《狂龍十八》獎 在這個改編金融小說的熱潮下 電視台更加開始製作原創的武俠劇 就好像1979年 《麗的電視》的《天殘變》一樣 一播就播了60集 真是充滿創作力量和幻想 不止電視劇 陳之拉一家閒時都會去看戲 還看到入腦 每逢農曆新年 大大小小都會學會出下張牌 然後說一句 各位觀眾 五條煙 又或者想推堂人的時候忍不住一句 我沒做大哥很久了 這類經典對白全都是來自香港經典電影 打向名堂的香港電影實在有太多 72家房客 功夫片 景緋片 喜劇片 薑絲片 河碎片到新浪潮 到今天很多歐西電影 都會有受香港電影影響的痕跡 那陳之拉的女兒又是否有些什麼呢 你看 當時這麼多公仔箱和銀幕明星加過手 女兒當然一定有罪勝 當時電視台都很懂得做 印了很多雜誌給觀眾看劇照和節目預告 到90年代甚至出現了扭卡機 只要用一元就可以扭一張明星卡出來 這種印刷品有些有幻彩閃閃效果 還有燙金燙銀透明膠顯 後期還出了夜光 明星卡背面就引有歌詞 女兒當然都背到滾瓜爛熟了 喝完淡茶吃完個包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說 機會來了飛雲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潮潮香港六十家展覽 幫我們收集了很多回憶 進去看看,什麼青春回憶都回來了 現在每個人都會有落後 最近帳門就把它打開了 天啊, Kathryn宮 為了個筒小口 就在家中心裡 煮得到你們會羅湯 感谢观看